2013 东森新人王的选手 前进南加州超夯的626夜市 除了在夜市开唱 炒热气氛 现场还进行人气拉票大战 增加曝光率 热闹的626夜市 小吃摊饭前到处都是拥挤的人潮 咦 怎么有人手拿问卷 到处拜托路人签名 他们不是推销员 原来是东森新人王选手 跑来夜市拉票充人气 有选手结伴初级打团体战 这两位型男干脆亲自献唱 博取好感 我们有一个策略就是 我们会找一些比较年轻的女孩子 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个要求说 你们给我们唱一首歌 我们就会给你们写 那所以我们一路都不知道 给多少人唱过歌了 不只是男生 有些外情亮眼的女选手 使出现场清唱的招数 果然超受好评 但也有人因为遥遥领先 马上遭到其他选手眼红 就是拜托人家 然后以后 就是有几个人 十几千的 讨厌 混蛋 竞争激烈的拉票就是为了晚上的重头戏 新人王选手轮番上阵演唱 成功吸引许多民众围观 更有亲友团到场支持 有经验的选手则配合热闹吵杂的夜市舞台 特地带来节奏轻快的嗨歌 把夜晚气氛炒到最高点 这些华裔新秀除了在626夜市较近 锁定东森电视淘汰赛 还能看到更精彩的大车拼 观众朋友想要支持心目中的新人王 只要向东森新人王官网 点选VOTE就能投票 第一集淘汰赛的票选 在7月9号每期时间下午2点截止 粉丝的每一票都影响选手的命运 欢迎大家有愿上网查询 以上就是李敏金 李宗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